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纽约一名52岁的妇人邓恩Lady Dan 前15日向当地警方宣称 在街头被陌生人破硫酸 不过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是邓恩边的谎言 身上伤疤未自残所致 综合外媒报导 邓恩15日被发现脸部 颈部级左手 二级烧伤 送医急救后 他向警方表示 是自己在街头被陌生人毁容 邓恩指出 有陌生女子向他要钱并索取香烟 遭他拒绝后 对方抓住他的肩膀 朝脸上泼洒类似硫酸的一体 邓恩转向附近商店求救 店员立刻报警 商店店员提及 邓恩当时无法呼吸 一度以为他心脏病发作 当地警察调查后 却发现邓恩所言不实 他根本没遭到攻击 邓恩后也改口 向警方坦言自残 警方透露 发现邓恩身上有其他因子残留下的疤痕 目前不清楚他哪有酸泼自己的原因 こと Aha sa 在其他人看病 在其他人ctions